来的资料显示 蒋介石运送到台湾的黄金 有几百万两 总价值超过三千多亿元 当时装成五万六千两百五十个梦箱 分七批运送到台湾 而太平轮最后一趟旅程 正好就在1949年的一月 第二批运送黄金的同个月份 太平轮为什么会被传上说 因为有黄金 因为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在上船的时候 因为船太沉了 沉甸甸的 除了和蒋介石运送黄金的时间点吻合 还有一点也让黄金传闻 会声会影 这个船上了货之后 人也上了 到船要开之前 突然间喊停说 来来来 还有一批货要上 其实这批货是六百顿钢条 所以船上真的没有黄金吗 真的有黄金 有 但是是台湾电力公司 自己有一批的小小的黄金 并不多 为数不多 是台电的房子 翻开中央银行档案的明细清单里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央行当年送上太平轮的一千多项物品 并没有蒋介石要运送的黄金 但里头的东西却比黄金更有价值 中央银行插索 带过来的东西 有一大半都是账策 那账策里头当然还有所谓的外汇 最实现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存在海外的 这些账户的钱到底有多少 他们的密码是什么 所谓的key是什么 外船这些外汇的总价值限值高达5000亿新台币 是当时库存黄金的1.5倍 有可能是太平轮被谣传有上千顿黄金的原因之一 但是领取外汇的密码却随着太平轮的沉默而消失 不过除了黄金传言之外 其实太平轮最后一趟航程 真的载了许多西式珍宝 因为能搭上这条船的 很多都是镇商名流 譬如说知名国际剑视专家李昌玉的父亲 是江苏如高成功的商人 据说如高县有一半的土地 是他们李家产业 却不幸搭上太平轮 李家的财力多厉害你知道吗 在当时哦 他们还派了直升机 他们的财力可以动用到直升机 去那边收酒 就是到派上去收酒 看到底有没有人是被在孤岛上 或是怎样 太平轮传难改变了李昌玉 富家小兽爷的身份 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直等说学费没有钱了 家里没有东西吃了 那时候才知道比较严重了 等到我中学毕业了 我要去念大学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 假如有附近 我也许念普通的大学 不会去念警官学校 念完警官大学 李昌玉接着到美国宣造 最后成为国际知名刑事见识专家 而一生被改变的富贵人家 还有当年北京最大玉器行 永宝斋的负责人长子春 他先一步到台湾之后 就打电报让家人 把所有家当都搬上了太平轮 像那个长子春 他们自己就有非常多的宅好 有非常多的补物 就是在清朝这个附近年间的补物非常多 尤其是玉器 太平轮一城 七名子女还有妻子弟弟 以及积攒大半生的全部家产 值钱的玉器鼓动 跟着沉没海底 54岁的长子春 一戏之间一无所有 之前福建漳州市公安边防支队 获获一起非法倒捞海底人物的案件 太平轮因为上千顿黄金船纹 加上真的有许多珍贵的玉器宝物 引起海上盗墓者的觊觎 海上盗墓者事实上他们不知道 或是他们也无法掌握到确实的地理 他们是用爆破技术 把船里面的东西炸出来 然后让它附上来 所以他们不是下去里头找到 海上盗墓者的破坏行为 让丁文静很忧心 其实中国大陆官方曾三次探勘 寻找泰独轮 包括船难当时的武林年代 后来的八零年代 到二零一零年才找到 白街山 柴山 这个红山 去用深浪大面积的探测看看有没有什么迹象 记录海船的三维的图像 看看有没有沉船的遗迹现象 希望能有发现 好 你现在可以往北 2010年7月 中国大陆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 以物理探测的升浪定位 找寻太平轮 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努力 终于在白街山海域水深55公尺的海顶 发现太平轮的踪迹 水流湍急和潜水风险 加上接近天文数字的打楼经费 成为太平轮浮出水灭的一大问题 大致确定太平轮沉船地点的这一年 离难家属和生还者搭船前往现场 举行简单装重的海济仪式 安抚上千个漂流在海上一甲子的苦痛亡灵 抚慰伤心家属的心碎记忆 这起重大传难还影响了知名主持人 蔡康永的家庭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太平轮的船东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是律师了 然后他几乎没有提过他以前做过轮船公司的事情 太平轮成为蔡家给予陈锋的往事 蔡康永鲜少提及 只曾在书中说到 当年父亲曾向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投报 没想到太平轮一出事 保险公司立刻倒闭 蔡家为了赔偿上千个家庭 倾家荡产 而太平轮沉船事故 不仅戴着一层黄金船的神秘面纱 更深藏着许多冰心与癌伤 是内战千禧年代的悲剧故事